好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在这个游戏插头上 怎么凉 怎么找 通电 根部通电都没有那个所有服 做种情况就算了 我们就在就先看一下 这个插头上跟脚就是满的啊 像这个都是满的哈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插头上就是满的 还有一些插头是满的 有些不满的哈 现在我们说那些不满的哈 比如说这里对应的啊 这个是空针脚的 这个是空的 但是这里也有针的 游戏上有针的 对不对 好了 这里没关系上呢 我们就把方线住了 上盖 做一个盖的哈 你每一款就你当你到内部 你会看到上盖 下盖 翻身住的上下盖 拆掉 拆掉之后 我们找到 这个插头 游戏的正面插头 跟游戏的底下这个插头 我们来找出来 这两个 可能有一些车好几个的都有 在背面的也有啊 三个的 我们就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了哈 这个插头上的 二号角 底上面一行 二号角是空针脚 还有其他的 我们也可以找哈 空间脚 我们例如说二号角是空间脚 我们就把这个调到风鸣打 把这个万用表调到风鸣打 然后 这边 把这个一端 万用表的一端放在这个二号角上面 然后 在游戏的另外一个插头上面 比如说这个插头啊 二号角 跟底下的这一排插头 我们就 是要做这个 最不照一般都是两个人在完成的啊 另外一个 他爬的 能看到这个 这个牌插头 一根根点 看哪一个 跟他会导通的 跟这个二号角是导通的 他正常如果导通之后 这个是没没线的 然后底下这个肯定也是没线的 你看啊 我们导到这个二号角是通了哈 那我们要记住 这一根对应的 这一根是第几根 对吧 然后我们 找一个 针脚 能插到这个油是上面去的 每款车的这个针脚是不一样的 每款车这个针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二号角 我们就把它插到二号角上面去 这插上去之后 这个插头就直接插到这里来 然后这根线呢 这根线呢 就接 接我们的那个 红色线就需要付这样 方向盘上面的那个红色线哈 然后我们还还得找一个一根线 在这个插头对应的这个空间角这里 比如说 我们刚才是做最最最后 上面这边这一根哈 我们就把这个挑开 把这个针脚插到这里面去 好 然后 这里要到时候就插回去这里嘛 这里就多一根线出来的吧 这个根线呢 我们接到哪里呢 我们 加强它 把它接到 保险式上面去 每款 每个车的保险式一般在 在驾驶位的底下啊 或者侧面 或者副驾驶位的底下侧面 有一些车在后备先了 就拉比较长 不过正常一般的车在驾驶位或副驾驶位都会有啊 我们接ACC店也可以 接那个小福店也可以 反正接到保险式上面就可以了 不过最好就接那个ACC店啊 做第二种方法 据说 啊 找个空针脚 有针的对应的空针脚 上下导通 对不对 然后一个接到AC 保险式上面接一些 一个接这个方向盘上面的红色线